化学兵挺进万华消毒 这样的画面在茶室群聚疫情爆发之后 你一定不陌生 随着万华又新增50例确诊 但其实不少人都跟茶室没关系 第一国菜市场现在也被证实 有两名员工快筛阳性 北农也紧急启动消毒分流措施 北部人数一数二的信仰中心 就位于万华的龙山寺 疫情前每天至少有近千位的信众出入 透过地图看一看 万华区除了有龙山寺 大理街服饰商圈 还有知名的华西街夜市跟万华车站 更不能不提西门町商圈 不少年轻人观光客都会搭捷运来逛街 根据台北捷运统计 疫情爆发前一周 捷运西门站跟龙山寺站的日运量 平均有33万5千人次 但疫情后只剩下不到5万7千人 人便少了却撕不掉万华染疫的标签 觉得外界对于万华有一种异样的眼光 甚至万华人感觉自己好像受到歧视 受到污名 这种感受其实相当的难过 他是这个社区传播的第一个受害者 所以这样子把它标签好 我觉得对万华人来讲确实是比较不公平的 在地人感叹 现在讲到万华都会被联想到茶室染疫 宛如另类霸凌 PTT上也有不少网友发文替万华抱不平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把万华跟确诊划上等号 TVBS新闻的李全伟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等你哦 123 2 1